29号 俄罗斯天然气协会主席 俄杜马能源委员会主席扎瓦利内表示 修复北溪管道可能至少要半年到一年 相关国家政府和环境保护人士 开始担心其潜在环境影响 据美联社28号报道 这起事故可能会成为 迄今规模最大的甲烷泄漏事件 俄罗斯天然气协会主席 俄杜马能源委员会主席扎瓦利内 29号提出了两种管道维修方案 在管道上架设沉箱 工程师在沉箱中进行作业 或是将管道抬升到水面以上进行修复 他表示第一种方案需要建造 复杂的水下工程设施 可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进行 第二种方式需要技术设备 起重机 船只等 虽然有技术可行性 但可能需要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同一天俄罗斯紧急情况部 前副部长法列耶夫表示 北溪管道发生爆炸时 气体强烈排出 可能将管道碎片吹散到很远距离 因此为重建紧急情况场景 而收集这些碎片 应使用水下机械臂 他称 必须考虑到气体排出的力量相当大 其可能将炸坏的系统 推到很远距离 在发现散开的管道碎片后 需要使用带有机械臂的机器人进行收集 泄漏事件引发全球关注 相关国家政府和环境保护人士 开始担心其潜在环境影响 不排除这起事故 可能会成为迄今规模最大的 甲烷泄漏事件 目前泄漏规模难以确定 天然气主要成分是强效温室气体 甲烷 丹麦政府说 按照最严重情况估算 泄漏天然气可能多达7.78亿立方米 专家认为 假如丹麦政府最坏估算成真 相当于释放大约50万吨甲烷 是美国阿利索峡谷天然气景 2016年发生泄漏时 甲烷释放量的5倍 这起事故是美国迄今最严重的 甲烷泄漏事故 甲烷泄漏事件